生物发光,这一奇妙而神秘的自然现象,让无数生物在黑暗中熠熠生辉。 它是萤火虫在夜空中舞动的星光,也是深海灯笼鱼用来捕捉猎物的诱饵,更是在地球生命史上至少独立演化了94次的非凡能力。 这一独特的生命现象拥有着多种多样的功能和用途。 深海蓝光,揭秘生物发光的古老奥秘。 这里是快看宇宙第172起,让我们观星和璀璨,探宇宙奥秘。 无论是发光的蘑菇,还是萤火虫,亦或是水母和深海中的灯笼鱼,生物发光在不同的生物体中扮演着各自独特的主角。 它们可以用来吸引配偶,迷惑猎物,甚至用来抵御天敌。 例如,陆地上的萤火虫通过闪光来吸引配偶,深海中的灯笼鱼则利用发光的器官来诱惑猎物, 而某些海洋生物则通过发光来迷惑捕食者,使植物认为是更庞大的生物。 那么,究竟是什么力量驱使生物发光呢? 答案在于一种名为荧光素的小分子和一种特殊的酶,荧光素酶。 当荧光素与氧气在荧光素酶的催化下发生反应时,会释放出大量能量,以光的形式呈现出来。 这一过程的效率之高令人惊叹,可以达到惊人的90%,远超过我们熟知的LED灯的20%效率。 这种高效的光能转化,赋予了生物发光独特的魅力和价值。 然而,生物发光是如何演化出来的呢? 科学家们对此充满了好奇和探索的欲望。 它们开始寻找地球上最早出现生物发光的生物,以期皆是生命演化的奥秘。 早期研究发现,一种名为戒型虫的小型甲靠类动物,早在2.67亿年前就已经具备了生物发光的能力。 这些微小的小虾通常只有8毫米长,但它们能在黑暗的海洋中发出蓝色的光。 它们利用发光来吸引配偶,这一策略非常成功,因为戒型虫至今仍然繁衍生息。 这种古老的生物发光现象,为我们揭示了生命演化的奥秘。 然而,科学家们最近的发现,却让我们对生物发光的演化有了更为深入的了解。 它们研究了被称为八放珊瑚的古老生物,这些珊瑚是地球上最古老的动物之一,通常拥有8个放射状的对称结构。 研究表明,八放珊瑚早在5.4亿年前就已经具备了生物发光的能力,甚至比戒型虫还要早。 八放珊瑚独特的生存方式使得它们需要一种新的防御策略。 它们生活在黑暗的海洋深处,没有坚硬的外壳,很容易成为其他生物的猎物。 为了保护自己,进化出了一种独特的防御机制,当受到触碰时,它们会发出耀眼的蓝光。 科学家认为,这种发光可以吸引捕食者吃掉正在攻击它们的猎物,从而保护自己。 尽管这些古老的八放珊瑚已经灭绝,但它们的基因仍然保留在现存的某些八放珊瑚中。 通过对不同八放珊瑚的基因分析,科学家们推测,生物发光很可能起源于大约5.4亿年前的共同祖先。 这为我们提供了更深入的了解,生物发光可能是一种非常古老的现象,它在生命的早期就已出现,并在漫长的演化过程中不断发展完善。 有趣的是,并非所有八放珊瑚都具有生物发光的能力,一些八放珊瑚在演化过程中失去了这种能力。 这不禁让我们思考,生物发光是如何在某些生物中消失的呢? 生物发光的存在本身就充满了谜团,科学家们提出了一些可能的解释。 一种解释是,在冰封地球时期,地表被冰雪覆盖,海洋一片黑暗。 为了适应这种环境,生物进化出了更大的眼睛和更强的感光能力,以及发光的能力,以便在黑暗中更好地生存。 另一种更令人惊叹的解释,则认为,生物发光可能是由一种原本具有不同功能的蛋白质突变而来的。 在21年前,地球经历了大氧化事件,大量氧气被释放到大气中。 对于当时的生物来说,氧气是一种有毒物质,会对它们造成损害。 为了抵御氧气的毒害,一些细菌进化出了氧化酶,可以利用其他分子来清除氧气,并在这个过程中产生能量。 随着时间的推移,这些氧化酶可能会发生突变,除了产生能量外,还开始产生光。 就这样,生物发光可能诞生了,并逐渐演化出各种各样的用途。 尽管我们仍然有很多问题无法解答,但生物发光的演化故事告诉我们,生命充满了奇迹和可能性。 从深海到星空,生命之光在漫长的演化旅程中不断闪烁,照亮了地球生命的奥秘。 值得一提的是,生物发光的研究不仅具有重要的科学意义,也具有重要的应用价值。 例如,生物发光的原理已经被应用于生物医学领域,用来开发新的诊断工具和治疗方法。 未来,生物发光的研究将会继续取得新的进展,为我们揭示更多生命的奥秘。 深海蓝光,不仅仅是一种美丽的自然现象,更是一种生命演化的奇妙旅程。 它让我们得以窥见生命的古老智慧,并为我们探索未来,提供新的启迪。